我们要用我们的头脑来思考 什么灵感让韩国瑜这么自豪 等不及要和大家分享 彰化汽车厂的黄老板告诉我们 在彰化找一个地点来发展庶民赛车 韩国瑜宫庙扫街造势再度赛车中毒 但特别强调庶民难道是他自己又被打脸 我们F1赛车实在太昂贵 我们不要一上来就推这么昂贵的赛车 一定发展台湾赛车厂业要一步一步来 前一秒还在说按部就班 韩国瑜下一刻做梦画大饼的老毛病又犯了 所以中部未来迫切地需要一个大型的国际厂 这个骗不了人 知道高雄一直极力推展观光 而且赛车也是其中之一 小港机场已经没有办法满足未来高雄发展 现在目前为止我们可以思考 例如迷陀双跑道 一下赛车经费场地都不拢 一下国际大机场腹地也不够 这些在高雄的拔大票却全被韩国瑜拿到彰化再开一次 其实他去年选赢以后 民众就知道那可能是唬烂嘛 可是当一个在高雄都办不到的 你现在又不要到其他的县市 告诉人家我们再来弄一个什么庶民的赛车厂 或者其他的赛车厂 这个有点老梗 没有培植基础产业 只想一步登天 就怕最后又盖出一堆蚊子设施 我就觉得非常有道理 赛车新闻上的报道